被说今年只有烂桃花!凯乐秒变脸! 凯月被说今年只有烂桃花,忍不住变脸!图巴大提供!2018年3月25日! 艺人凯乐将来关注星座议题,他主持八大节目《娱乐百分百》,26日节目刚好推出新单元WOW新鲜事,他难掩兴奋心情大笑,我终于主持到星座节目了! 但录影当天,听到老师预言金,2018年他会遇到烂桃花,让凯乐按那不住失望情绪直说,没有心情主持了啦! 他还搞笑怒摔节目道具! 节目里透过两次的踏罗占卜分析,专家推测凯乐今年脱单的桃花指数有60%的机会,对象甚至会是凯乐喜欢的帅哥类型,但老师画风一转,表示对方可能有不好的意图, 加上凯乐只是男方的众多好友之一,因此建议他可先保持距离。 凯乐除了听到残酷预言深受打击之外,还被在场来宾猛亏,这算是一种double check,重复确认,乃金,2018年就是这样的啦! 让他仅能无奈哭笑。 讨论到视觉享受白衣衣,常被外界认定外贸协会取胜的天秤座时,老师解释,天秤座男生的菜并不都是大家公认的美女,只是他们觉得这个气质我喜欢。 伟劲听完大表赞同,还加码透露, speak so be the daddy 和紫红都是喜欢气质型。 凯乐见状顺势顺势询问,那有交往吗?激烈的伪劲意识到话中含义,露出尴尬神情直呼,我不知道耶。 原本故意要挖洞给美金跳的凯乐,忍不住笑赞,你怎么这么会防守啊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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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